109年冬季茶赛 南投县茶区抢头香的冻顶茶叶合作社 冬茶赛新品种组 今年因为受到干旱的影响 严重减产 相对参赛件数锐减 继有650件报名参加 理事主席康竹发表示 未来持续与社员及在地农民共同努力 让陆股茶产业永续经营与发展 109年冬季茶赛冬季茶叶合作社 冬茶赛新品种组 办理初审作业 由李清良班长领军的是一位初审班员 精挑细选评比 理事主席康竹发表示 今年受到严重肝慨影响 入股茶产大量减产 报名参赛骤减 但品质人士一级棒 我们当时在十八九九年 当时在十八九年当地 我们当时在十八九年当地 今天是昨天有减少一些 总共有十八五十万 这就没有办法庭座台 这个感染不合水 所以僵良 不知道是疫情的关系 或是什么关系 或是气候 这我也没办法去判断 品质来说 我们站在品线 我们站在品线的地方是想要 是帮助地狼 帮助地狼把品质 它搞出来的品质 够好 和消费者做中间的桥梁 把品质稳定 评审李清良说 新品种茶 评审重点强调洞顶合作社 传统比赛茶的发酵度 桂甘 香气等等 最好具有奶香花果香的特色 今年虽然减产 但整体比赛茶品质 较广年却有提升 从事茶农十五二十多年 曾经荣获特腾奖十多次的 茶赛高手李清良指出 造成今年冬产严重减产 比赛茶参数建树下滑原因 复杂不详 但本出审班一定善尽职责 用心办考茶农 品质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并以公正专业以及经验 乃为爱茶人士严格把关 记者曾光佑 陆古香采访报道